昨天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一个热搜 大意是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 正式设立了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 说要担任首批推广大使的有六个人 分别是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 相声演员冯拱 主持人海霞 学者冯继才 水稻之父云龙平 以及网红李子柒 官圈一出评论区就爆了 网友纷纷祝贺 这个90后女孩的付出与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 其实不止这一次 媒体界对于李子柒的态度一直都是颇有赞许的 央视新闻表扬她说 没有一个字宽中国好 但是她讲好了中国文化 讲好了中国故事 人民日报赞许她说 李子柒的样本意义绝不应被忽视 白言松力挺她说 微笑认为她鼓掌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来自于民间 并且真的走向于世界的网红 由一个变成了几十个的话 变成了几百个上千个 那么中国故事就真的有得讲了 在她的视频里 你总能够看到世界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 蓝印花布和蜡染从一颗的妙兰种子的两次收割开始 包括给奶奶做的一床新棉絮 从挖地播种这个棉花种子开始 包括制作传统的手工酱油 制取爆晒提纯 将这些历经三千年的非裔文化展示的淋漓尽致 看李子柒的视频啊 你总能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智慧和赏心悦目的美 但是走近她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女孩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生活将她达到大死不活 她在苦难里开出了花 李子柒啊在美派的个人简介是 李家有女人称子柒 念起来有种邻家小女的观想和圆难 可是她却是一个孤儿 成长在四川大山里的李子柒很小的时候就遭遇了父母的离异 后来父亲早逝 子柒啊又遭受到了继母的虐待 一个还没有灶台高的孩子被逼着生活做饭干重活 一旦做得不好就会遭受到继母的毒打 子柒啊却回回倔强的强忍着眼泪 六岁时候的我被继母拽着头发往水沟里边摁 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都生生的没有掉过一滴泪 到后来李子柒选择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家里边穷吃不起零食就从树上去摘一些花苞解馋 爷爷去世之后啊奶奶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依靠 十四岁的时候家里接不开锅了 奶奶没有办法继续供他上学 破一生计李子柒出了学去城市里边打工 在被的女孩青春懵懂回忆里只有课本 暑假以及隔壁教室的男同学的时候 李子柒是睡在桥洞 把一块方便面掰成了两块吃两顿 在饭店断盘子还算好的 可是一个月拿到手仅仅是两百多块钱 在夜场当DJ因为啊他工资比较高 能够让自己吃得起饭 然后成名之后的子柒把那些被人诟病 然后成为黑料的曾经归结于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也知道这些不太光彩 但是没有办法 人只有先活下来才有资格谈以后 后来奶奶生了一场重病 李子柒抛下了所有回到了奶奶的身边 竟然巧合之下接触了短视频 新的谋生方式啊 让他就此敲开了成功的大门 他还跟着说 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 扛的最忍的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 这句话似乎印证了李子柒一路磕磕绊绊的历程 所有人酸他不过是运气好 我不否认成功会有运气好的加持 但是如果说把一切成功都归结于硬去的话 那么就是无脑耍流氓 那些酸他的人呢 根本就承受不了他吃过的苦 一夜成名的另外一个叫法 你可以称之为百炼成刚 当你对生活认真到偏执 那么生活就一定会向你低头 四月末李子柒的YouTube频道粉丝是突破了1000万 视频播放总量是达到了13.45亿 成为了平台上面第一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 每一条播放量啊都是百万级起步的 千万级更是常态 从单枪匹马到组建起一个小的团队 外人眼里呢李子柒是坐享其成 那其实拍什么怎么拍 仍然是他一个人操劳的 每一则视频的取景和构图 他都要一个一个去调整 只要镜头里面有一点点的瑕疵 他都会几遍几遍的 然后几十遍的推翻重来 直到拍到满意为止 就算你拍完了也要把自己主体的部分给剪辑好 然后再交由摄影师调色输出 前来帮忙的朋友直言不讳 告诉李子柒啊 他这么做根本就请不到愿意配合的私人摄影师 李子柒承认 我的确做的没有这个专业的人好 只不过呢 我已经那么辛苦的做了95分 为什么不再尽力的做到心中的100分呢 这种万事出于我心的偏执啊 逼着他在每一个细节之上都去挑战生活的极致 拍摄茉莉匠的时候 正处于夏季最炎热的时候 室外是40度的高温 哪怕是站着不动 体力都会被热浪给侵蚀 李子柒啊 就着一个小风扇 一遍一遍的校对着刺眼的光线 一遍一遍的推翻 再重来 两三秒的镜头 至少要拍两三个小时啊 为了拍雪山日出的那短短的几秒钟 云雾翻滚的镜头 他是爬了整整9个小时的雪山 期间那儿害怕被冻死 一晚都不敢睡 拍桃花醉的时候啊 突发大雨 他是在雨里边淋着拍完的 衣服啊 头发啊 全部都试完了 身上是混着汗水和雨水 镜头里看着 却是和酒一样的清新和冷烈 拍鼠秀 他钻研相关的纪录片 又联系了鼠秀国家级的 飞宜大师孟德义 学习了半年 拍松鼠鱼 他一个人带着设备 在零下15度的高寒之下 折腾了十几个小时 而让他一蹴而红的蓝粥拉面 他拜了师傅啊 愣是苦哈哈的学了一个月呢 每天拉面拉到这个胳膊酸痛 然后抬不起来 然而这并不是最痛苦的 拉面你讲究的是悬粉嘛 加水加盐 和面揉面 饧发 加灰 室温等等的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百般的门道 一个细节失误的话 那么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那两分钟的拉面镜头 他拍了三天 每天只吃一顿饭 足足拍了200个镜头 最后用上了不到50个 你能够从他的手上 看到他对于作品的极致认真 你能够从他拍摄视频的花絮里 看到一个女孩 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 周润发在电影《无双》里边 说过这样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 100万人里边才有一个主角 而这个主角必须是 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 不遗余力的去完成 去成就每件事情 永不放弃的去塑造每个世界 这样的品质 真的令人望而生畏 也是应用了那句话 降薪 就是在重复的岁月里面 对得起每一尊光阴 当你对生活 资珠必角的时候 生活便再于不敢 凌驾于你之上了 顶着世俗偏见 他将中华文化 系络成生活的诗 有人粉便有人黑 李子柒总是招人骂 他表现的明明就是采菊东 篱下悠然陷南山 却等人骂他 没有除荷日当武汉地河下土 他通透清醒 活在世俗 却不流于世俗 却被骂 清高表作秀 可这不妨碍他把文化 系落成物品 融入到了生活的诗 在他的镜头之下呀 每一阵的画面 真的是美到令人惊叹 云山淡淡脆眉堤 野树淋漓 待浅溪 风吹过一缕春意 鼓柳垂提 风淡淡 星河曼照 夜甜甜 阴晕着丝丝暑气 默默到田 重重叠叠 渗透着生命的浪漫 再看他世外 暗板上面的插花细节 四季流转 屏中的食物呀 也随着时光更跌 春有桃花枝 夏有荷花梗 秋有缤纷转日连 冬有飘香金贵 时而温婉素呀 时而灿烂盎然 每个巧思每个构图 每个彩色的搭配 在灰墙图瓦的硬沉之下 无一不渗透着超乎寻常的东方美学 你很难不为这样敬爱生活的人拍案叫绝 在李子柒的YouTube频道里边 所有的视频啊 都有 而且仅有中文字幕 外国网友啊 其实是看不懂的 但是每一条视频下面 最多的都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致点赞 说伟大的中国文化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在一个非凡的女孩上面重现 我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骄傲和高兴 包括说 中国人富有创造的思想和物尽其用的作为 让人印象深刻 影响深远 还有 她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 被我们忘记的那些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 她用吃剩下的葡萄皮儿 浴染出了一件仙气飘飘 轻如紫烟的纱裙 她花半年的时间请教老师傅 然后再用上两年的功夫 手工制作文房四宝 她遵述自古代女子的梳妆台的一角 然后用古法还原了口红 胭脂和眉带 名曰汉装 做千层的底部鞋 然后没有热爱就成就不了 李子柒和直至美的背后啊 都背负着极致的疼痛 之后上面有个话题 如何评价李子柒呢 最高赞答案就是 李子柒油管停告的对外文化影响力 可以说是抵得上一千个CGTN 也就是中国国际电视台 站在大格局上面说 她将中华传统文化轩然至国外 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交流自信 凸显了中国的传统清俊的审美取向和出世的价值追求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而对于普通人呢 就借用某位打主的评价说吧 看仔细的视频就像是一个窗子 我透过了这个窗子看到了小时候和小伙伴在田梗上奔跑 在河里面捞鱼 在山上摘野果的欢乐时光 仿佛自己也暂时的脱离了生活常态 放下了浮躁 游离在田园 体验了一把不属于自己的安宁 这样优秀的女孩 黑她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对于萌兽骂名不反驳不辩解的李子柒 不得不说我叹服于她的通透和坚韧 在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生活的这本书当中 作者写道 这个世界的诱惑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通往成功的道路也比你想象的要更多 无论你要什么 我都希望那件事是你真心热爱的 我希望你能够坚持自我善用天赋 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 不要忘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也不要忘记你心中的激情 我们做不成李子柒 也大可不必逼自己变成她 生活一直在奖励那些发狠努力到 令人害怕的决心 不如在生活里边去交注一些热情 加入到几分的自省 守护着久违的感动和初心 如李子柒一般拿四季风物开生活处方